嗨,大家好,我是农民云飞,今天带大家认识一种植物,它的果实不但可以吃,而且叶子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横树在农村非常的常见,现在已经过了开花期,满树都是树叶 五一前后挂果,它的果实非常的好吃,但是也不能过量,人们都说桃养人横伤人,横树的果实吃多了对肠胃会有一定的伤害 横树的果实不但好吃,而且叶片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横树叶能清除自由基,抗血小板活化因子,防止血小板粘腹在血管壁继续成血栓,并能扩张血管 促进脑血液循环,增加脑血流量,改善和保护脑细胞,对脑动脉硬化的记忆力减退,失眠有防止作用 对正常脑细胞细胞,对正常脑细胞记忆力也有促进作用,此外对老年斑,硕斑也有防止效果 当前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目前横树叶在国外,在国内,主要用于医药上 另外,横树叶还有温中散寒,行气止痛,去风火蝎 解毒消肿,主要治疗,晚复寒痛,消化不良,粒脊,感冒,咳嗽,经风,白带 跌打肿痛,臃肿仓毒,毒舌咬伤等 现在横树的树叶,在农村很多药店都有收购 现在还不是采购的时候 在家的采购时间时,夏季休井,等到横树叶之反茂盛的时候再去采摘 横树叶子你认识了吗?横树的功效你大概了解了没有?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